爱是一个圆满的祝福 一群默默行善的老公朋友们 带给我们的城市一股真善美的力量 欢迎收听《做纲人的爱》 欢迎回到《做纲人的爱》 台南做工行善团 我是主持人王美霞 今天我们所邀请到的贵宾是 劳工局王兴基局长 庄政宪专委 以及吴树珍科长 我们三位在刚才提到了 他们在十年来陪伴着 我们做工行善团的点点滴滴 我觉得只要爱是一个真心发言所做的 其实默默的也是城市里的伟光 而这个伟光让许多人感动 我想去在今年 我们有一个全国志工的发表大会 我的朋友也去了 他跟我说 美小老师您是台南来的吗 我说是 您看这个场面 全部都是台南的志工 局长这怎么回事啊 其实我跟大家分享 因为我们劳动部为了这些志工伙伴 两年表扬一次 我们的基优志工 以及基优团体 当然我们团体也得奖的 当然这个团体伙伴里面 不管意见 不管修缮 我们很多会得到金牌 银牌 铜牌 还有自身志工的部分 当然我们就是平时 拜托人做工作 我们有这个众部台 受奖 我们要让他去享受这个荣耀的部分 所以我们就规划 我们的三部游玩车北部 当然我们都在说 三部游玩车也叫一百多个人 我们的志工就五百多个人 所以我们的伤脑筋 谁让他去 谁不让他去 伤脑筋 但是总是每年都很顺 这些志工伙伴 起来就感觉 我平时要博物 能够有这样 上台颁奖的 他们很高兴 但是没有领奖的人 他们都说 他们是代表去领奖而已 所以我就会享受他去 颁奖这样的荣耀的部分 百官司都会怀疑 你们台南怎么来这么多 我们台南有这个 做工行善团非常的好 能够出来让他们享受 这样受奖的一个 跟他激励跟鼓励的部分 所以你们很可爱 有领奖的每领奖的大家都去 为什么 我觉得有那种向心力 跟那种凝聚的感觉 所以我想这应该是有许许多多 你们在这十年来 所参与的许多的案例 所以才会凝聚大家 我觉得是革命感情 也是共和伙伴 那局长 你这十年来看这些案例 你有没有比较特殊的感觉呢 当然在这个服务的规定 我觉得说预奖的部分 他们也发挥很大的爱心 因为很多职代劳工伙伴 有些肢体受伤之后 不方便出门 甚至有些受伤更严重的 偶尔会能够变成 这种植物人的部分 爱预备经历逃模 真的蛮辛苦的 所以我们这预奖的志工 就有一个倒载服务的 这样一个机制 去主席经历逃模 不用让他怀疗说 我要经历逃模 我要吹上来经历 这个是预奖的部分 反复修丧的部分 希望我们的服务 跟建博城两百六十十一轢 真的有很多 可以跟大家做分享的 那我再回想起来 因为上次有跟大家分享 十个阿嬷 那我再分享 我们在107年2月份启动的 那一个大车 大车的那间 所以大家去网友 都说因为是地间 遇到这么胖大 因为是在公家 那公的条都没了 甚至有一个阿嬷 我记得阿嬷刚好在那边 坐在房子里面 我就跟她案子说 阿嬷因为是兄弟 我都会保护去 去摆着一头 一共她私自的 我才知道说 一哥好说 私自的会打人 我才用私自的会打人 所以那一件 在看起来 我就分享说 每次有大家计刚说 阿嬷就说 做 因为我觉得说 在那黑山之后的旁边 那如果风比较大 还低的时候 可能整个都猫下去了 那里面住两户人家 兄弟有宅人 我说这样 但是大家会说 你一定会做的 但是差不多了 我们上一次一匹 那每小时都会想说 人家那漂亮的 触定是彩色的 你敢变灰色的 因为他没有钱 都缺到那个竞算 竞算的是 留下来的广告输出 几元 几元 他说都要很厉害 所以 丁岛的触定是彩色的 所以 我们一样啦 我们有记者去采访 因为他们高家 五分纪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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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把他说 没收你真正比较漂亮 没收你 触定是那个 所以我们这一件 这件下也让我回想满身的 因为 我们在有一个磁系关怀的部分 那一件磁系关怀 也发挥很大的作用 因为我们后来 去他一个端午节的时候 去跟他关怀的时候 他的大儿子 读 屏东大学 对的 屏东科技大学 他就比较屏东 屏东农砖 他的食品加工 寿司 我记得说你比较 不知道要吃头肉 说几十八千 我去找头肉都没顺 现在没顺 你的科班出身 他说 大伦说我要做兵了 我今天给你通知来上班 上班的第二天 你说你接到兵团要做兵了 所以 那我就赶快 找到统一企业的理事长 理事长我现在有一个case 你一定要给他完成 他就把他介绍到统一 因为这是他们的专业 能够到统一企业 去服务也是他们的专业 所以能够这样的一个售后 服务 跟修理厨 还跟他找头肉 这个就是我们那个 在修缮里头蛮重要 那那个我们的专委 你应该看过那么多修缮 你应该感触也极深了吧 其实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 其实 我们提前赖市长 去宣传的时候 也有说了一句话 就是希望市政府 来给你修理厨 以后你的家人的改变 所以局长也有想到就是说 其实他现在要改变教育 就是从小孩开始 小孩来教育到我的翻转 所以 不要在104年年底 还是105年 那时候局长 他有媒合大人总工会 结合大人总工会的资源 送我把我选拔 总统教育长的 诚信同学 还有 蜒洋会学术 就是李氏金乱新著名的小朋友 还有东山区有两个总统教育长 是一个正姓的同学 还有一个是李氏红的一个叶同学 其实上营这四个同学 比进行电脑 那一台都要两三万块 所以那这四个家户都很高兴 那后来我前一阵子 我有特别了解 这四位同学 他们现在就是就赌的一个状况 这个赌城大了 对 我们赌城大了 我们赌城大了 赌城大了 林同学成大 赌城大了 赌城大了 是赌国立联合大学 那我们那个 东山那个正姓的同学 他是读国立的台北教育大学 那叶同学是读国立的引领科技大学 所以当时 当时这四个孩子现在都赌国立大学 这真的很不错 也就是说其实最关善的 不是旧籍跟旧穷 其实我觉得我们可以旧籍 可是旧籍之后 要帮他们寻找到一个 摆脱弱势的机会 教育就是最大的可能 那其实我想这个素贞科长 大家都很喜欢你 每次跟我说 素贞来了鼓掌请鼓掌 因为您之前是鼓掌 所以让大家非常鼓掌的一位鼓掌 那您在看你这已经修缮了伙伴 您怎么看他们 其实我在现场的话 就是很大部分的工作就是在拍照设想 因为他们志工朋友 他们就是来的时候就是很辛苦的工作 但是他们也希望就是说回家的时候 可以跟家人分享说你今天的心 因为现在在LINE都非常的方便 所以几乎每个人都有LINE 所以大家都会回家的时候 第一个人就打开来看 他们今天工作的那个照片 所以我去到那边的时候 他们就说 啊 专专业的来了快点 要帮我去那边看 要帮我去那边看 我去那边看 我就会跟他说 你不然就做那边看 那些东西都会那边看 他们其实很可爱 就是说我采访的有几位 他跟我说 他每天 我假如假日的时候 那些衣服 衣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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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局长 您最想跟他们讲一句话是什么 想我跟志工伙伴分享跟鼓励 我们要持续的 叛演萤火虫的角度 态度 因为我们现在目前来说 大家都叛演萤火虫 这小亮点 我们做人还给你考虑八亮点 照亮这个城市 所以我们做工人的爱 我想是经过大家的小亮点 集成大亮点照亮的 这样一个呆南享受的风景 是我们做工人的 所以我们希望大家共同 和响应我们总统 还有韦哲市长 共同来创造这个城市 尤其我们总统在这时候 是有狗狗 这种特别共同说 一个城市的伟大 不是在建设 是在爱 所以我们是可以落实 我们两任的市长 这样的一个供职 台南是一个有爱的城市 继续叛演萤火虫的态度 照亮这个城市 那我们的专委也跟我们讲几句话吧 那个欧礼师有提到美霞老师 把他想要唱出的变影响 那我就用一句歌曲 行善的力量 收出的有时也会变影响 来鼓励啦 希望大家以后继续 同心疼同怒 把我们平常去到楼 再继续打招 哇 好赞的祝福 那我们的树贞科长呢 我觉得可以跟各工会 相关的单位去 来做这件事情去帮助 弱势的话 其实我觉得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而且我觉得 可以大家一起来完成这件事情 也是一种缘分 然后希望大家就可以一起 持续延续这项美好 对我们因为 城市广播网的关系 我们这样的福源 很好的福气 我们也做这六十集 我相信六十集来的每个人 都带给我们很多的感动 就如同我很喜欢的一首诗 是我自己写的 来我看台南城市的这些人 我说是他们呢 就是你的爱 项链花 静静守候 静静芳香 他们守候的城市的爱 台南做工行善团的志工 是台湾社会集体的善良写照 在现今慢慢我们已经疏远的社会里 他们如同我们刚刚王局长讲的 点了一盏又一盏的光 给予温暖 他们也像春天的花朵一样开放美丽 让我们的社会充满种子 以及开花的希望 在他们这种平凡的心中 存善去做的这些事业 他们就在这样想 我们哪里有需要 我们就去哪里 闻生就苦 执心情事 每一份的付出 都是一种爱的成全 因此我们但愿这六十集的节目 能带给社会一股善良的提醒 也让更多人愿意付出爱 去帮助他人 爱是没有门槛的 去做就是了 谈谈做工行善团 浙杠狼癌 就是本人这份初心 希望您也是他们的意愿 或是您也是为他们鼓掌的意愿 谢谢我们今天来跟我们谈着点点滴滴的老公局长王局长 还有我们的专委专伦伟 还有我们的吴树珍科长 谢谢各位同行听众朋友 本节目 浙杠狼癌 由文化部影视及流行音乐产业局补助播出 带您感受做工人的温暖 分享每一份武师的爱与关怀